当然除了说我们动态输出公式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是不是动态输出公式 而是怎么样 而是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就是这个写法比较 但难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我先去抓依然里面的值 先抓出来 那可能会有四种可能性 那四种可能性就变成说 如果将来我要做多重判断的话 那前面我们讲过 if 有没有 两重 就是一重判断 and if 两重的话就是多一个什么 else 那如果三重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else前面加一个什么 else if 第二个 第三个也是else if 第四个也是else if 一直else if下去 那你可以做多重判断 那也就这一题 如果它是a的话 那就是抓什么 抓同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b栏里面的28列 b28跟c28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b栏 如果是b的话 那就是刷29 如果是ab的话呢 就抓30 o的话抓31 那这种写法 基本上呢 我已经有在云端上 这边有一段 这个是在范围下面有一个血型的 这边的话一样 我们一样给一个范围 for i 等于6到25 或者6到最后一列 那如果e栏里面的资料 特别是因为我们 撰写的时候是边看 看我们要判断的是 在e栏里面的资料 e栏里面的资料呢 如果是等于a的话 那就抓什么 28 那28里面的资料呢 前面还要再加一个信号 所以这边加一个and 有没有一个28 b栏的 再抓一个换航 那换航 在那个资料编辑类是ch ar e栏里面是 那vba的话呢 是叫做chr 少一个a哦 ok 然后呢 一样就输出 c栏的资料 那这个是 如果是a的话 如果是b的话 那else if 如果是b的话 else if 如果是ab else if 如果是 o的话 所以会有 分别抓到不同的 这个雪形 就多重判断 对不对 然后呢 输出不同的结果 那一样的方法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 把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格式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 雪形底线格式 那一样把这个 这个我想把它直接贴过来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 贴到那个 我们的下面这一行 雪形 这边已经有 ok 雪形 格式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把它试一下 基本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先把那个旧的资料 给给给清掉 好了 清除 啊不过清除 我这边本来是用 那个 等于空置串 但是等于空置串 只会清掉什么 只会清掉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清除的地方 我要把它改写 改一个就是 就是如果说 你除了要清除内容之外 还要清除什么 清除里面的资料 清除里面的格式的话 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的习惯呢 因为你现在点 点的时候 在刮壶后面点 它不会出现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在刮壶前面点 点 Clear CL 它会自动跳出 那个Clear Format Clear Format 是清除格式 再把这个刮壶 搬到那个点的前面 这样就是 这个储存格 帮我清除格式 然后这个储存格 帮我清除什么 Clear Contents 有没有 Contents的内容 OK 所以特别注意 清除格式跟清除内容 可以把它改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 清除格式的话 等一下做的效果 会感觉好像没有 OK 把它清除 再来就是利用 刚刚的这个部分 按F8好了 那如果是A的话 它是B 因为抓到的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这个地方是B 所以它会跳29 然后把29的资料 先带过来 OK 好 那在格式化 这个地方我是用 一个一个储存格格式化 OK 跟前面一样 但你可以改成那个范围的 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 然后一样 所以其他都一样 把它直接输出好了 好 这样的话结果 应该会跟刚刚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那个逻辑上面不太一样 我们写的方式 这个地方是利用多重判断的方式来做的 OK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 那这一题的话我想大概就是第二种方式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综合练习2 这一题 不过这一题的话呢 它这个是题目而已 题目部分 那我们需要的练习档 是在我们的这里面 要额外开启 因为这一题没讲过吧 OK 那你就把这一题打开来 那这一题 你先看一下 公司里面的那个名称管理员 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 请你先把它删掉好了 这个我们全部删掉重来好了 因为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啦 不过做了那一些 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你先在公司里面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先把它清空好了 等一下的话 我们全部重新再来过 也就是这一题 主要是让各位练习什么 练习那个名称定义的 那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档案里面的那个题目档 这个题目档 光看到这些东西你就头晕了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过如果你用名称定义完之后 你会发现 只要配合名称定义之后 再配合F3 这些公式都变得非常简单 我什么都不知道没关系 我只要知道公式 按F3自动可以全部帮我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等一下再来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是 我最后也想过